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先知传兵的牧师和教者 你今天从灵恩派跟同聚会所的灵长寿来看 他们说这五大这份现在都还有 所以有一些灵恩派的人把自己称为使徒 称为先知 尼托圣在公主的寨师那本书里面 说现在还有使徒还有先知 这种解经是他不照着历史传统神 从教父到改教到现在所引到的 是本书来自己以为他是特别崇尚的领受就可以这样解 所以在聚会所里面 尼托圣认为使徒是到处建立教会的人 为什么 因为当时的使徒到处建立教会 原先使徒到处建立教会 这是使徒跟使徒的功用 不等于说有这种功用的人就变成使徒了 所以他把每一个世纪每一个时代 跟原先耶稣基督亲自呼召 然后把真理交入给他们 简全中间他们一切的人写下圣经 这种使徒跟只有到处建立教会的使徒 不能等量乞观的 尼托圣把他等量乞观 所以他把使徒把先知当作建立教会 到处讲道的人就是使徒跟先知 那教父一直都改教家 直到现在正统的思想 说这两个没有了 因为所谓使徒就是赐下 记载下 传给我们信仰的那些主亲自呼召的人 你不能说每一个时代 有上帝自己 耶稣基督自己呼召他 面对面对他讲话 你不能说每一个时代 有神再次赐下给他特别的启示 让他写出来的文章 就自动变成圣经 没有这样的事 所以我们不可以把每一个时代 都有使徒当作是一个理所当然的事情 那么归正神学 应当怎样明白这个事情呢 所以呢 连家文后来也承认起初 就是他有一些错误 但是最后他离开了错误 他相信现在已经没有使徒 已经没有先知 因为新旧优已经写成之后 就不需要再有使徒跟先知存在在这个世界上 这样使徒是预表新优的教训 先知是预表旧优的教训 而教会是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 意思就是说教会的信仰 就是旧优跟新优的先知 旧优的先知跟新优的使徒已经结束了 所以不需要再有新的启示 不需要再有延长的记录 不需要再有在圣经之外其他的文章 跟圣经等量器官 感谢您的听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